浅浓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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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 这个浓浓浓浓是什么意思 上面哪有葡萄啊 太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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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娘宿寬 乖客人们 和那松明寬 今天一个来宾 黑V女同志 现场喜剧演员 诶各位 她不但是女同志 还是最帅 最眼岛的女同志 我们掌声欢迎 瑞安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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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黑眼岛 瑞安 很少看到有人这么自恋 把眼岛变成自己的父姓 已经变成眼岛瑞恩了 其实我很好奇 因为你身上的标签蛮特别的 又是女同志 没错 又是女的脱口秀演员 对 是不是很稀少啊 跟日本进口的压缩剂一样 非常稀少 是啊 而且我觉得你条件不错 就是你看 你身高这么高 懂独狗 又懂眼岛 然后又那么幽默 是不是其实还蛮受欢迎的啊 其实没有没有 因为像很多 像你这样的耳男啊 就不是很喜欢我 因为他们都会觉得 我好像抢走他们的猎物一样 说到耳男你们这笑是怎样啊 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说 我准备要诚信一下 我原本真的没有讨厌你 但现在开始讨厌了 你不要这样讲 我跟你说 其实啊 眼刀不能光靠外表 重点是 内在 你也要觉得自己懂眼刀才是重要的 像最近天气是不是很热 我常常看到路上 女生没有戴帽子 可能会中暑 我去把我帽子拖给她的胎 我其实没有很在意她会不会中暑 我只是觉得这么做的我 懂眼刀 像刚刚走路啊 我就看到一个老太太过马路 哇我好紧张 我马上去扶她过马路 其实我没有很care那个老太太 我只是觉得扶老太太过马路的我 懂眼刀 像这次怪客临门他们缺来宾 我立刻就举手报名说我要来录影 我要来录影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在乎这个录影啦 我只是觉得来帮助他们的我 懂眼刀 来我告诉你怎么样更眼刀好不好 你请说请说 就是虽然你来录影 不太情愿 但你还是为了大家 准备了一段课语rap 我觉得这样的你更眼刀 来 来一段好不好 好来掌声鼓励 瑞安的课语rap 我觉得做人眼刀的刚刚好就好 可谦虚谦虚 变得太快了吧 其实我听说瑞安有两个很厉害的技能 一个是撩妹一个是调情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那我先来教大家这个撩妹的客家话怎么讲 叫做撩妹 来大家念一遍哦 撩妹 调情的客家话叫做挑情 挑情 听说你还有一个响叮当的外号是不是 不错大家都叫我挑情master 我发现他身上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标签 应该叫有嘴滑舌 嘴抢萨巴达 既然你这么有自信的话 你看现场也有不少的女观众 你就现场即兴撩妹即兴挑情怎么样 看看会不会遇到有缘人有眼你跟你情投意合 请挑一哈 你都这么说来立刻来找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 这前排 没有什么 不要像选妃一样好不好 干脆一点 没有什么撩妹 那我来看一下 哎呀 小姐 我是不是有这个荣幸 没有我已经决定了 你好你好 方便吗 方便讲话吗 方便 方便好 你知道因为我们要共用麦克风所以 大声点 好 小姐 如果你是一杯水 我就是那冰块 我要放进去里面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 爱死你了 哎她憋住了 她憋住了 她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好 最近天气很热 忽冷忽热的 我想要去大卖场 重新买一条棉被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我 愿意 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 一辈子了 哎这个就没有乱住了 哎好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可不可以反撩回去 好 哎可以哦 来来我们掌声给她鼓励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她怎么反撩 那 你知道吗 喜欢一个人 眼睛 是藏不住的 不信 你看我 哎呀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不用这么认真的 晚一点那个line 再传给我 晚一点 回来了 好我们掌声给瑞恩 其实看得出来 瑞恩真的是蛮会挑情的 那我觉得你既然这么厉害的话 应该找对象都 一直都不缺对象吧 交不到女朋友 会不会太挑啊 没有 我没有那么的挑的你知道吗 是吗 我其实都很随便的 有一句客家俗言 说得非常的好 来我们看一下 叫做 潜特曼特特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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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对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太挑 东挑西挑的话 有时候反而会挑到那个条件最差的啦 没有明翰我跟你说 这要说到有一次我去路上 有一次我去聊那个讲Sameway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遇到什么事情 哎呀很可怕 告诉你 大家好 我是年轻时候的瑞恩 不要怀疑 今天我要上街去聊Sameway了 哇 哇 那边有一个讲Sameway 哇 嗨 这位讲Sameway 请问我有这个荣幸 搭讪你吗 嗯 你知道吗 如果你是一杯水 我愿意当那冰块 放进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耶 因为我 爱死你了 哈哈哈 那如果你是蜜蜂的话 你就有蜜蜂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叫你闭嘴啦 为什么要叫我闭嘴 我有这么讨人厌吗 笨蛋 啊 如果我不喜欢你的话 我还站在这里跟你撩啊 哈哈哈 双重人格啊 哈哈哈 那你为什么要叫我闭嘴呢 因为我会担心啊 啊 担心什么 如果我接受你跟你在一起 那我不就等于出柜了吗 哦 这样我的家人朋友同事 会怎么看我 尤其是我老爸 他是一个老古板的钢铁直男耶 他会接受一个 宇宙无敌霹雳飘凉可爱的 喜欢的是女生吗 突然好想揍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是第一个啦 蛤 而且我跟你说 如果以后我们结婚了 我们要请假去度蜜月 那我要怎么跟主管说 叫我不就等于这公司出柜了 不不等一下等一下 我只是搭讪你 你已经想到结婚这一步了吗 孙子叫什么我都想好了 想太远了吧 而且啊 像我这么外放的 OPEN 讲小妹耶 我以后谈恋爱 我一定藏不住的 这样如果朋友跟同事问我 我应该说 你是我的男朋友 还是女朋友呢 你说你是我的男朋友 但我不愿说你是我的男朋友 你说你是我的女朋友 但我不愿说你是我的女朋友 所以到底是你是我的男朋友 我是你的女朋友 还是你是我的女朋友 我是你的男朋友呢 这也太乱了吧 这要怎么大善交朋友啊 我只是想谈恋爱啊 是啊 所以我们身为同志 跳情是有重量的 因为我们谈恋爱真的不容易 我想到一个方法 可以让我们放心在一起 你又不用担心出柜还是不出柜的问题 什么方法 当异性恋问你的时候 你就不出柜 同志问你的时候 你就出柜 这样进行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处于一种 又出柜又不出柜的性取向叠加态 每个人都只能从你身上 观测到一种性取向 但是又不知道 你到底是出柜还是不出柜 好复杂哦 但好像很贵 蛤 这样可行吗 当然可行 这还有一个专有名词 巴巴巴巴巴巴 协定格的柜子 掌声鼓勵 想不到客羽台就是一个多拉A梦日的剪影 协定格的柜子 有一种从客家台到幼幼台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好啦 但其实看了你之前的故事 我就觉得 我们台湾现在的社会 已经越来越多元 越来越开放了 我们可以越来越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了 毕竟别人的眼光 永远在意不完的嘛 真的 所以只要你喜欢 就可以啦 我讲 只要是 什么意思 而且很像在鼓励我出柜的感觉 对哦 你这样解释 感觉好像也不错 很厉害 然后 LGBTQ 嘟嘟嘟嘟 嘟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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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 是一直很想要问瑞恩的 先问 就是你身为一个同志 妳在出柜的时候 跟家人有没有遇到什么冲突 或是争执啊 没有 其实我跟你讲 出柜讲求的就是 timing 出柜有什么timing啊 你要找到的就是 Good timing 什么是Good timing呢 每次总统大选的时候 都是出柜的好时机 真的 因为像我爸爸 他其实是一个民国 drie十八年 跟着国民政府迁来台的老伯伯 AKA老榮民老先生 蓝色就是他心里最温暖的颜色 那天我们就在看总统大选的节目 看一看 我跟我爸爸说 爸爸 我今年要投给绿色的 我爸吓到 你说啥 我说不是爸爸 因为我是同志同性恋 我要投给跟我理念相同的 所以我要投给绿色 我爸 你是同性恋 那不重要 你要投给绿色的吗 不可以啊 我说等一下爸爸 我确认一下 所以我是同性恋这件事情 是指我会跟一个女生交往 这样子的状况是可以的吗 我爸就说 可以没有关系 但绿色不可以 我就说爸爸那我确认一下 所以我今天跟女生交往 可以 投给绿色 不可以 那如果我今天跟一个绿色头发 穿着绿色衣服 还有绿色鞋子的女生交往 那你觉得怎么样 我爸就这样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不要再折腾你爸了 你要跟史瑞克交往是不是 我被欧娜 太奇怪了吧 他这样受不了啦 所以我爸后来就失智了 啊 被你搞的是不是 不是因为我爸爸中风 哦 确实啊 现在很多长辈年纪大 可能一不小心生病 一不小心就倒下了 所以有一句客语俗言呢 说得非常的好 叫做 吃那么多猪肉是要干嘛呢 不是啦 是在劝大家要及时行笑啦 即时行笑真的很重要 今天 其实我们家有一个家规很特别 就是我们每天都会轻轻抱抱 说我爱你 我在这里非常推荐给大家 一定也要对自己小孩这么做 刚有提到我爸爸中风之后就失智了 但即便如此 他依旧每天都记得轻轻抱抱说我爱你 跟每一个护理师 我常常走到病房就看到他抱着护理师 宝贝我爱你 我就是爸爸我在这儿 其实蛮羡慕的 每次看到他跟护理师那么亲密 不要看我们感情好像很好 在我爸中风之前 有一阵子我们两个其实是 不来往 我爸爸觉得 我好像对其他人都比对他这个爸爸好 他觉得我是一个 没险没泪的女儿 基本上我们已经好几年 都没有跟彼此讲过话了 他在这儿 他在这儿 是很大 还说不放独特的 爸我回来了 有事吗 没事 那我先回房间了 爸 你是唐老鸭的 你猜那什么米耗子呢 是米老鼠 对 老鼠 你就是咱们家老鼠屎 干嘛 没血没泪 我又怎么了 你呀 每天一回到家呼噜呼噜进去了 一声招呼不打 你对隔壁那个老李呀 就是又轻又包又撒娇的 爸 老李是一只狗 还是你希望 我像跟狗玩一样跟你玩 牵手 转圈圈 捡回来 你也太投入了吧 爸 你少拿你对老李那套对我 反正啊 你就是对别人都比对我 这个爸爸好 爸 你错了 要是别人都像你这样 怎么样 我早就问候他全家了 你 你宁愿问候别人全家都不愿意问候我 爸 不是这种问候好吗 别人都说 养女儿最贴心啊 但你只会让我伤心啊 从小了 叫你吻师作对 你只会跟我作对 你妈妈以前是篮球员啊 叫你打篮球啊 怎么样都学不会 这个没有办法啊 别人都是射中篮筐中心 我只能射中 女孩的心 你还拿篮球射人啊 但你同学真倒霉哦 爸 不是这个意思吗 小时候教你拉单杠 怎么教你都学不会 这太难了嘛 我下面都快拉了 上面也拉不起来 这些都不重要 你妈妈过世的时候 你怎么一滴眼泪都没掉 没血没泪 爸 我没有哭是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我想哭 但是哭不出来 等到思念向海 淹没我而爱已不在 你还有心情张辉妹 你妈妈摆成你了 一滴眼泪都没掉 真想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可你是我们女儿啊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我是你的女儿 所以看到你每天在哭 我更不想要在你面前哭 你自己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的 但你每天哭是娘泡嘛 我已经让你够伤心了 我不想要在你面前哭 让你更伤心 原来 是这样 宝贝啊 宝贝啊 别怕在爸爸面前哭 你哭起来啊 真丑 没血没泪 看 跟我很像 宝贝啊 爸 你也蛮臭的 别哭了 别哭了 爸爸弄好吃的给你吃 好 你东西都乱丢了 别跟老李玩了 老李脏啊 我有洗手啦 大家看一下她哭起来真的有丑吗 还好把民众都好看 是段燕熙的问题啦 其实看到你跟你爸爸的互动方式 又让我想到了一句客家俗言 叫做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这样又哭又笑的 连阿嬷也就是母鸦啊 母鸦 阿嬷 阿嬷 你家才全家都阿嬷 连这阿嬷 你阿嬷才母鸦 你全家阿嬷都是母鸦 为什么要这样骂我呢 多元阿嬷 什么啦 阿嬷是客家化母鸦的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阿嬷抱歉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们这样又哭又笑的 这种互动的方法呢 连母鸦看到都笑翻了啦 不过我觉得 你们后来这样子有把话说开 后来相处前应该就比较和睦 比较平顺了吧 真的很和睦 因为我爸后来就过世了嘛 也很难不和睦了 和睦是把棺木合起来 是不是 太地狱了吧 那他过世之后你有很难过吗 我很难过 但是即便如此 他后世其实就是我一手包办的 大家都知道我刚好提到 我爸爸是荣民老伯伯 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金钟状跟木志明 那尤其是木志明 是我自己一手写出来的 那很不容易 因为通常都要用文言文来书写嘛 对 那今天想说难得来陆书怪客临门 我就带来我爸的木志明 想说给各位欣赏一下我爸的木志明 那你来念一下 顾张艺德 一等士官长 江苏晋江人士 自幼刻苦耐劳 国小毕业 身逢战乱 南北奔波 一生爱家爱国 重信重义 乐善好施 勤俭忠厚 其精神将长存于后代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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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掌声鼓勵 下都懂后 这个写完你应该就还蛮满意的吧 没有我觉得没有很喜欢 我觉得少了一点感觉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讲笑话的嘛 是 我觉得这个写完就是没有笑点 木志明还要笑点是不是 我觉得不是很有趣 那你后来有改吗 而且跟事实不相符 我想要不能说写上去 人家记错了 然后重刻不行 刻上去就刻上去了 那后来你怎么办 后来我就改了另外一个版本 麻烦爸爸了 双面列印 省杰嘛 来来 附张艺德 一等士官长 江苏晋江人士 自幼目不识丁 没有从学校毕业 走在路上 因长得太帅 被抓去当兵 他爱家爱国 个性重信重义 乐善好师 勤俭忠后 其精神将不再 长存于后代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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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你表情不用那么多 我跟妳讲 是不是 妳完全把那个目不四盯的呀 坑里面的营出来 胖没说我呀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子 比较符合事实 也有笑点 你应该就满意了吧 有…但是觉得还是 还是少了一点感觉 还少什么感觉 你知道我爸就是放在 吴子山军人公墓 他没有办法在进去的 没有在和睦进去的时候 就成为吴子山军人公墓里面 懂眼刀的那個仔 不是 他都進五指三人就來安息了 我想他最popular 所以我給他一些年輕人的元素 什麼元素 年輕人就是要有一點嘻哈的感覺 對吧 嘻哈的沐志明 所以我就給他一點嘻哈的元素 來 DJ給我一個beat 這是義德你知道的 義德贏得好雄 我叫張義德出生在江蘇 為什麼沒給我字幕 現在要我用背的嗎 太瞎了吧 望馳望的理直氣壯 我長得像是記憶力很好的人嗎 很討厭啦 可以給你們一次機會嗎 這個就噁心喔 這個就受不了 好 我們再給他一次機會好不好 可以嗎 那我們就跳一下 跳一下 就假裝剪接過了 來 3 2 1 跳 所以我就想說要給他一些年輕人數 用一些嘻哈的感覺 嘻哈的沐志明 沒錯 DJ給我那個beat 這是義德你知道的 義德贏得好雄 我叫張義德出生在江蘇 雖然沒機會念書 個性卻不服輸 我沒什麼特別就是特別的帥 別說我不公道 看我女兒長相就知道 當兵當道的退伍 愛也不覺得命苦 轉身已變成了老榮民 可以中有我隊伍 年輕人寫我太費 政府到我是個累贅 幸好我有女萬世主 否則我送你上路 哈 這是義德 祝你們平安喜樂 一生過得還算快樂 請你們一起拍手祝賀 祝你們一起拍手祝賀 平安喜樂 一生過得還算快樂 請你們一起拍手祝賀 平安 掌聲鼓勵 嚇到尊敬動好 我也覺得寫得很不錯 而且我覺得 我要把這個應該拍成MV 然後再把它上傳到YouTube 把他那個QR Code 放在我爸的沐志明旁邊 幹嘛 沒有 這樣大家以後 去看我爸的時候 我就可以拿那個手機 去掃那個QR Code 這就是名副其實的掃墓 掃墓不是這樣解釋了吧 沒有啦 還是有原因的啦 因為身為子女嘛 我們都會離開 那大家有可能看到這個MV 就覺得喔 義德很酷喔 是一個董眼島的宅 我要去吳子山幫他掃墓 這樣就永遠都有人幫他掃墓 我覺得這麼想的我 真的是 掃墓眼島啊 掌聲鼓勵 好 我們節目到這邊告一段落 為大家介紹所有的演員 首先是很不像瑞恩的 鑽燕熙 耶 謝謝 謝謝大家 目不視睛的王偉 爸爸 還有醉眼島的瑞恩 還有我主持人宋明翰 各位好你們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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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今天瑞恩有準備一個小彩蛋要來分享給大家 是不是 我每次去掃墓的時候 我都會放這首歌給我爸聽 然後問他說 你覺得這首歌怎麼樣 他都會給我一個聖杯 欸 好聽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如果我今天把他的QR Code放上去 你覺得怎麼樣 我爸就會給我一個笑杯 那種感覺就像是 歌是不錯 但不要開玩笑 很傲嬌對不對 我們在這邊呼籲義德 今年不要再傲嬌了 給他一個聖杯好不好 給我聖杯 讓我刻上去讓大家都可以去掃墓喔 好 節目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 謝謝 拜拜 謝謝 好約 大家好 對啊 謝謝